或是礼拜弥勒菩萨 你至少要供一张佛像 供水或供香 第二个 你要守五戒十善 你五戒十善若不守的话 你还是上身不了兜率内院的 第三 每天你要静坐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上身天上的人都要有禅定的功夫 心要很专注 你可以坐十分钟 十五分钟慢慢练习 第四个 你要念弥勒菩萨的名号或是咒语 第五个 要发愿与回向 所以依经文 我给你建议要归纳至少做五装饰 那五始罪业定不生 接下来 故我鼎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这个刚才讲过 愿共诸众生 上身兜率天奉见弥勒佛 这个也不难 请看第三段 至心归命礼 当来弥勒佛 慈尊宝观多化佛 刚才说过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的弥勒菩萨 就像新加坡佛阳似的唐朝的弥勒菩萨 是非常庄严的 他身上是有宝观 宝观他跟阿弥陀佛一样 注意听 每一尊佛都可以光中化佛无数亿 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光中化佛 每一尊佛成佛的时候都可以光中化佛无数亿 而且他的数量呢 弥勒菩萨画佛也超过数百千万亿这么多 不但如此 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可以看到弥勒菩萨的功德 他方世界的菩萨 此土是指娑婆世界 他方是指他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只要他提醒他的佛 举方说有一个菩萨 他现在在东方要是净土 他站起来顶礼 要师如来 赞叹日光月光骗照菩萨 他就问要师如来说 世尊请你慈悲 可不用神通力显现 让我见到没了菩萨 我有问题要问他佛法 问为事方面的 或般若经方面的 那要师如来当然会很欢喜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要学无量的佛法 那因为要师佛的加持 你就可以看到弥勒菩萨 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 靠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没有这样的功德力 所以他方的菩萨 在他方诸佛加持的时候 他也可以飞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见到弥勒菩萨 所以看下面经文 广现神变宝观中 所以弥勒菩萨是 当来下身佛 他的神通是广大无边 通通在他的宝观当中 会显现各种利益众生的功德 接下来再看 佛身白毫光八万 请把八万画起来 这是八万四千的意思 这个佛身是指报生佛 刚才我前面讲 见佛无来也无去 是见真佛 那个佛是指法身佛 现在十一页第二行 第一个字佛身是指报生佛 报生一般只有出地以上的大菩萨才看得到 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 我们凡夫只能看到化身佛 乃至于藏六今生的佛 那这里讲 报生佛度谁呢 度大菩萨 所以他常说不退转的法轮音 不退转请化起来 也就是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注意听 你不但往生极乐世界 可以正到八地不动地 真正见到了佛 见到了弥勒菩萨 你也可以一直羞耻 将来也可以正到八地不动地 关键你得见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佛有这个功德力 生生世世 就像比喻例子 我们母亲带小孩 这个小孩呢 他行动不方便 或是没有智慧 对不对 那他总是要一看母亲啊 等到他长大到18岁或20岁 请问新加坡是几岁可以开车 18对不对 对啊 你看你要学到18岁 你才能够自己独立啊 同样用这个屁欲是说 往生进佛国土以后 我们还是要跟着佛跟菩萨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到不退转 你一直要修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 梅乐菩萨就说 OK啦 你已经毕业了 你现在可以到十方佛国度都去参学了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成长了 就像譬喻我们18岁和20岁 他就可以搬到外面去住 而且他会自己照顾自己 所以梅乐菩萨也会为所有的大菩萨说 怎么样快速正到八地不动地 不退转的法轮音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他讲 众生但能修福修会 忏悔业障 屈身必请执持尊 好 屈身必请是什么呢 请看我 就像这样 师父的手掌 这样往前一拿 快不快 再看一次 我的手掌这样 快不快 不到两三秒嘛 对不对 这就叫做屈身必请 一刹那之间 你就见到梅乐菩萨了 所以往生的时候啊 你真正用功修界定会的人啊 往生的时候真的很自在的 他走了 然后呢 绝对呢 不会留恋的 而且呢 他有这个功德力的 好 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 插播一下啊 有一个脸友说 师父 我的爸爸 临命中前一个晚上 他对我说 阿弥陀佛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佛有光吗 他说没有 第二天他就面带微笑走了 恭喜你 你的爸爸真正去了极乐世界 相信师父 我有经论根据 可是你对你自己 有点怀疑 因为下半段的问题就知道 当临命中的时候会见到佛来了 他一定是 一定往生极乐净土 有些人他讲得出来 因为他身体还有气力 有人呢 他讲不出来 他会这样 用指的 意思是说 佛祖来啊 各位佛祖你知道吗 佛祖来了 对不对 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欢喜笑了 然后你问他 有没有佛光吗 那不重要 为什么呢 我的建议 可能你爸爸往生的品位比较低 有没有佛光 其实不重要 其实佛一定放光 佛来接他的时候呢 他有没有看到光 那不重要 因为最重要是佛来了 就算他看到的是佛像来接他 他也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第二天他真的微笑去了 可是你下面一段说 师父 我们用佛教仪式来处以他的后世 没有烧纸钱跟纸屋 他去极乐世界干嘛要纸钱 要纸屋啊 可见你这位脸有无居事 你反而却你没有政治正见 好 接下来我再解释 你问我 师父请开示 最近我妈妈梦到他 我爸爸说他没钱花 日子过得不好 我妈妈听得很难过 请问我爸爸现在在哪一道 在极乐世界 不要怀疑 所以告诉你 佛法真的很重要 甚至我在讲经的时候 也有人挑战我 师父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 绝对有用 佛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 佛法假如没有用的话 那干嘛我们来办法会浪费时间呢 好 那我给你解释 注意听 一般人若往生以后 在49天内你若做梦的话 那表示他是未定业 还没有投胎 待会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专心听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我想公开回答 你们还是很多是猛茶茶的 对不起 请不要不高兴 专心听 过了49天以后 他投胎的话 像你讲 我妈妈最近梦到他 是你妈妈过去世的记忆 可见你老爸在世 常常是跟妈妈抱怨 他没钱花的 那是你妈妈记忆他 想念他的记忆 不是你爸爸现在没钱花 你爸爸决定在极乐世界 你爸爸现在也听到我在讲话的 是不是百分之百肯定跟你说 为什么你去读阿弥陀佛48大院就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妈妈会梦到他说 老爸跟我没钱花 是你妈妈自己的记忆 想念他 所以投胎以后 49天他投胎以后 假如过了一年 两年三年 你做梦的呢 其实都是你想念他 他根本没来 那请问你爸老的 老爸现在哪一道 在西方极乐世界啊 恭喜他 所以你告诉你妈妈 你这个梦呢 是妈妈想念他 是让你爸爸绝对是自在的 所以要了解佛法 也不要乱乱听人家讲 那甚至还有人说 哎呀 我爸爸现在没钱花 是不是我要烧纸钱 我看大概你爸爸送莲花给你差不多 你根本不用烧纸钱给他 他的功德力比你大 在西方极乐世界 骗共诸佛的 好 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今年出家21年 25年前我就学佛 24年前 我那时候还是小学老师 我师专有一个很好的学姐 他也是佛教徒 但是他所谓的佛教徒 就是这样拜拜而已 他根本不听经 可是他很聪明 心很好 有一天他突然爸爸过世了 过世了以后 他突然打电话来给我 学弟啊学弟 因为我们是很好的 这位学姐呢 在教育的方面呢 他常鼓励我 那时候我已经学佛了 所以他很相信我 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了我说 哎呀我爸爸过世了 我非常的难过 过了七天以后 竟然梦到呢 我爸爸亲自托梦来说 女儿啊 我好冷好冷啊 然后呢你赶快救救我吧 然后我就问他 你做梦感觉如何呢 因为梦的绝授 也是判断的方法 他说我爸爸就好像住在 湿湿暗暗的房间里面 他呢不太快乐 也很忧愁 然后呢 所以他来求我 所以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问我 学弟啊怎么办 我就问他说 学姐你相信我吗 这个世界很难相信别人的 他说当然我相信你啊 你是佛教徒啊 那么虔诚 我才问你啊 我说老实告诉你 你爸爸不太好的 他说为什么不太好 我可能说在三恶道吧 地狱恶鬼畜生啊 他感觉又湿又冷 穿得又破破旧旧的 就好像关在一个房间里一样 那是他的业 那他就问我 那有没有方法解决呢 我说有 后来我想了一下 当时我在台北 我的姑姑在佛光山出家 台北有浦门寺的道场 我姑姑是当家师 那我就想 哎呀 现在呢 刚好七月 然后他们在诵经做法会 那我就问他 学姐 明天我带你去寺庙 我们帮你爸爸点香 也让你见见我姑姑 你有问题 你可以请教他佛法 我们真心帮你 那你要做功德随你 十块钱也可以 一百块也可以 后来他了解佛法以后 他就真正的很虔诚 为爸爸写了一个牌位 然后呢 因为看到大家都在念佛嘛 那我们平常要上班很忙啊 所以他是下了班以后 我陪他一起去啊 然后呢 他就也为了爸爸念一支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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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念得很虔诚 也很感动 因为他看到所有供修的莲友 都非常的精进庄严 这很有福报的是 七天法会结束以后 最后呢 做三十信念法会 跟蒙山诗识 当天一晚上 一回向完以后 他爸爸就来了 女儿啊 我现在很高兴啊 我穿得很好啊 我非常的开心啊 你好好照顾你啊 你对我很孝顺 我走了 就走了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凭什么 一 笑感动天 第二 养仗福利 第三 养众大众的共修力 所以你们明天不是要法会吗 我就是讲这个例子给你听 也包含在这里 这是真的 所以 这位无居事连友 回去跟你妈妈讲 不要难过 你的爸爸 的的确确的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求你的爸爸 将来你成佛的时候 不要忘记 阿弥陀佛呢 跟你一起来度我 你的爸爸 也会听得到你的情愿的 所以 我们佛地子 必须要了解佛法的道理 否则呢 你常常会听人家乱乱说 你根本没有判断的标准 你没办法判断 那是真的跟假的 好 再来相关的一个问题 下一个联勇 师父我经常做梦到 往生者 如何帮助他 好 那现在就要问 请问你梦到往生者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是梦到恐怖呢 是不安呢 假如你梦到的是 恐怖不安的话 听好 他已经往生了 就已经投胎了 表示他在他方的世界里 还很苦 地藏菩萨经 本愿经有说 若有你的家人 四十九天投胎以后 你为他做功德 他还是会得得到的 假如他在地狱 恶鬼畜生受苦 因为你继续做功德 继续诵经念佛 那他的业力呢 会减短 重抱轻受 当业力结束的时候 他就离开三恶道 假如他很幸运的 来生是已经往生投胎 做人 或到天上 那恭喜你 因为你帮他做功德 他在那个世界的福报 人缘 能力 才华 以及各种善缘 会越来越强 而且他会遇到三宝 继续修行的 所以要看你 梦到王者 你的感受是什么 心是最敏锐的 你可以用这个 做判断的标准 当然不是绝对的 不过是最重要的标准 接下来还是同样的 类似问题 一起回答 师父 我的家婆已经往生 三十四年的 我家婆的朋友呢 还梦到他穿呢 旗袍 旗袍是在清明节 每一年都烧给他的 请问往生者 可以收得到吗 他已经三十四年 早就穿不到了 刚才讲啊 超过四十九天以后啊 他就投胎了 其实你不需要 为他再烧这些 把那些烧旗袍啊 这些钱啊 拿去做功德 做慈善事业 供养三宝 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你的家婆 才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那你问我 师父请他 在哪一道呢 请问他 现在在哪一道 穿旗袍 一定是人道嘛 想也知道啊 这样了解了吗 哎呀 我看哦 我可以除了讲经外 应该开个店 专门帮人家解梦好了 没有 阿弥陀佛 开玩笑的 只要你问的是 佛法的问题 各位的脸友 你不要说 你问的问题 师父没有嘲笑你 我是 我很真心的 以你这么虔诚问的问题 你真诚的问 我在相关的经文 还是会回答 但是可见 你应该发愿 发什么愿呢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述之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智慧眼 要敬畏来自身身世世 不疲不厌地学习佛法 不论在家出家 都应该要有智慧 否则你碰到这些问题呢 你常常是无法面对的 然后就听人家乱乱说 念阿弥陀佛的会变蟑螂的 对不对 那假如念阿弥陀佛的会变蟑螂 那我请问蟑螂会变什么 你就答不出来了 是不是 好 再回来看经文 第三段 众生但能修福业 屈身必请直辞尊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 和沙诸佛由丝献 愿我本是释迦文 横和沙树的诸佛 都从哪里显现呢 请把丝画起来 这里的丝是指你的心 你的真心不是妄心 真如本性的真心而显现的 横和沙树诸佛都从哪里来 从你的心而修乎修会 忏悔业障 居居福德之粮 修福修会 最后由心而显现的 所以华言经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况我本是释迦文 释迦牟尼佛也是多生多劫 也由心去修持而成佛的啊 接下来 故我顶礼弥勒佛 祝尊度有情 愿共诸众生 上身都率天 奉见弥勒佛 第三段结束 请看第四段 至心归命里 当来弥勒佛 诸佛常居清净差 诸佛常常都居在呢 清净庄严的宝差 我以新加坡好了 新加坡最高是七十五层楼 是吗 七十五层楼Building 对不对 我不要举台湾101 举你们的七十五层楼 对不对 七十五层楼 可能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上去过 上去那个呢 可能还要坐电梯啊 两三段 用这个比喻是说 事实上我们凡夫就在第十层 下面呢 一到九呢 三三得九 是地狱恶鬼畜生 我们住在第十层 我们修行就像往楼梯往上爬 事实上老师跟你讲 我们是真的见不到佛的 你是爬不到七十五层的 你怎么上去呢 用跳的吗 还是坐Helicopter呢 直升飞机呢 还是呢 坐降落伞呢 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 爬到七十五层 你一定是坐电梯的 用这个批语是什么 我们在十层楼 想要上七十五层楼 是仰仗佛的大悲愿力 这个电梯批语为大悲愿力 我们才可以爬到七十五层的 佛本身就住在清净的佛刹里 受用暴体量无穷 好 受用请画起来 这是化身佛 暴体是指暴身佛 佛的化身跟暴身啊 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中国历史上 有很多佛菩萨千百亿化身 有这么多观音菩萨的感应故事 有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的感应故事 也有阿弥陀佛 也有弥勒菩萨的感应故事 所有的佛菩萨感应故事 都是无量无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量无求 为了帮助众生呢 它的功德呢 是无量无边的 接下来 凡夫肉眼啊 是从来没办法看到的 我们刚才说 第十层是看不到 第七十五层的 那佛呢 它的大悲愿力 只好献一个什么 千尺一经区 千尺这里是以印度的标准 实际上就像中国讲的 藏六经身 或是八尺 大概就像我们 佛教青年弘法团的佛像这样 八尺 藏六经身 大概这样 就说 凡夫是看不到佛的 可是佛的化身佛显现呢 就像呢 这样佛像一样 所以看到佛像的时候 你也不要怀疑 它也是佛的功德力的显现 为什么呢 众生视之无厌足 我们众生能够看到 越庄严的佛像 你的心会越欢喜的 而且你看呢 你从来都不会讨厌佛菩萨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多生多节的 界定会的功德力 那看到佛菩萨 它要让你了悟什么呢 了悟因果业报 丝毫不爽的 所以令知业果现言福 请问 难言福提众生 怎么现出来的啊 是众生的因缘果报啊 请问我反问你们一句话 新加坡是怎么出现的啊 你们怎么回答 大家睡着了 你们确定还在新加坡吗 请问新加坡怎么出现呢 好像答不出来 当然啦 是由你们的理总理啊 理知证啊 带领很多文武百官 然后呢 你们通通来投胎啦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新加坡没有一个上帝啊 来创造的 佛教理是不讲 创世论的 不是佛创造三千大千世界 没有 假如佛能创造三千大千世界 那就更好了 我们早就通通都上去了 是由你的业果 心 显现 因缘果报 而显现 难言福提众生 显现 新加坡 很守法的公民 显现呢 专门找 其他国家的人 匆匆来做工 对不对 所以你的construction 就一直盖 所以不是佛创造新加坡 众生的心 显现 因缘果报 而创造了这个国家 同样的 难言福提众生 也是这样的 同样的 那净土如何显现呢 净土也是由你的心 所显现的 那你想要去净土 下下来讲 但能听经 顿号 勤诵法 你要听经 勤勞的拜佛 勤勞的诵经 将来你 借尽过你的功德力 当你生命 到了结束的时候 你一定非常自在 就像我常常比喻一样 就像呢 脱了一件 冬天的外套一样 很逍遥的 你一定会见到 弥勒菩萨 以及 兜率内院的 无量天女 跟眷属来接领你的 假如你发愿 往生兜率内院的话 从此以后 你又往生净土 注意听 三土余知 必永绝 假如你很情形的 听经 文法 诵经 慢慢慢慢 你贪嗔之就 越来越淡 越来越断 三土余知 这里的知是什么 还是你的心 请写在旁边 知 还是你的心 因为你 勤修界定会嘛 贪嗔之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的时候 当你往生 兜率内院净土的时候 你就不会投胎 做三恶道了 所以三恶道对你来讲 就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叫三土余知 必永绝 除非你大悲愿心 成愿再来 度三恶道的众生 那是另当别论 可是这里是讲 你的业啊 就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清静 将来你也跟弥勒菩萨 龙华三会 一起下身人间的时候 将来同正义法身啊 所以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 都是共同义法身的 最后 故我顾我顶礼弥勒佛 唯愿慈尊度有情 这是总愿 下面 愿共诸众生 上身都率天 奉见弥勒佛 这是别愿 好 我终于讲了一个段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会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呢 这个六天的法会呢 就已经快要吉祥圆满了 好 所以请看幻灯片 师傅 请问学佛的人可以吃蒟蒻吗 蒟蒻可以 日本人制造的 它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 师傅 请问 学佛的人可以喝红酒葡萄酒 还有威士忌 XO吗 当然不可以 你为什么要呢 当然我插一句 你的问题说 那我用这个红酒葡萄酒 XO 我若不喝 放在菜肴里调味道可以吗 我看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好了 没有 开玩笑的 听好 在基督教里面呢 是可以允许喝酒 因为他认为 在做礼拜的时候 或弥撒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饼干是象征上帝的身体 Symbolism and the holy body of the Jesus 所以当他吃饼干的时候 透过神父 或是牧师 然后这样的加持 你可以得到 所以神职人员 是可以传递上帝的加持 那在基督教里面呢 也允许你喝酒 因为呢 酒是 Symbolism as the blood Holy blood of the Jesus 上帝的血液 这是他们的宗教 是这样解释 那你会有个问题 那么我们佛教讲 杀到淫望酒 那我可不可以喝酒呢 当然是不可以 酒会乱性 狭义的说是酒 那广义的说 包含会让你神式昏迷的 比如说摇头丸 吸毒 安非他命 兴奋剂都不可以 为什么 你没有听过酒后乱性吗 所以酒是佛告诉你不可以的 那现在老师说 你这个问题 问南传 北传跟藏传 所有的老师讲法都会不同 这会牵涉到他 瘾的经论 以及这个法师的个性 他会解释不同 比方说现在全世界很多众生 烦恼都很赤胜 那杀到淫望酒 有些东西真的很难持 这五戒 比方说我听过西藏的仁波切 就说酒 可以喝一点点 因为在贵宾的时候 你要toast 对不对 你常常要举杯饮酒 一点点可以 这是西藏仁波切开始的 可是如果大乘的你 如果问律师的话 他绝对会说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牵涉到 不同的个性 有不同的答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问你这位联友 你为什么要用酒去调菜肴呢 你觉得吃素不好吃吗 还是你觉得酒没放味道 对不对 跟着吃草一样吗 那换句话说 其实你内心还是贪酒 所以这个答案 就留给你自己去选择吧 下一个问题 师傅请问 联友说法华经只念 第二品跟第十六品就可以 这样叫如法吗 对不起 你这样的问题 让我很讶异 这位联友 我没有这样说 我说 注意听 你们常讲如法吗 其实不是这两个字 应该严格说 请你写 如理也如法 写下来 如理也如法 我们常常问我 这样做如法吗 这样有没有犯戒呢 或是我们这样做 有没有过失呢 就像你刚才问我 可不可以喝酒 你受了五戒就不可以喝啊 滴了一滴酒 你就要忏悔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你如果想要成佛 你就要走这条路 改变自己的习性 所以当你说 如理如法吗 第二品跟第十六品 都是法华经啊 有什么不如法呢 而我的建议是这样 注意听 我没有只叫你念两品 我说 弘扬五品是说 假如你念的浦门品 只有一品很好 希望你更进一步 从第一品念到二十八品 可是新加坡呢 很多人都要开始 email给我 师傅我可不可以 discount discount 我没时间很忙 那就建议你念五品 五品的原因是 因为这五品呢 它有它连续的用意 方便品第二品 你常常念 你就会有大乘的正知正见 十四品 你念安乐行品 你就知道法华经 从生口意 生安乐 口安乐 意安乐 誓愿安乐去修 其实智者大师 在誓的时候 不是劝人家念浦门品 是念安乐行品 你念法华经 浦门品 当然很好 观世音菩萨 可以保佑你 但是你正不到 观世音菩萨 八地不动地的境界 所以你要从十四品 安乐行品修 从你的身口意 有没有清净 有没有法喜安乐 所以才劝你念十四品 接下来呢 如来寿量品 对不对 十六跟十七 接下来 对不对 才是呢 普门品 最后 普贤劝发品 所以答案是 任何一品都可以念嘛 都是如理如法嘛 所以你这位联友问的时候 师父是有点失望 或许你只是今天来听经而已 全部都是如理如法 没有什么叫不如理 不如法的嘛 对不对 所以注意听 当你讲如理如法 你要反问你是依什么经的道理 南传 北传 藏传 有无量无边的经论 同样讲心 在华元经讲心 在法华经讲心 在般若经讲心 在金刚经讲心 在大般若经讲心 乃至于在愣且经讲心 心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中文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当你问如理如法嘛 你要先请问 依哪一部经论的道理 举一个例子 就像《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 对不对 如果一个众生一昼夜呢 应该是昼夜至少念 五遍大悲神昼的 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规定的 不是我规定的 新红师没这个资格规定 对不对 当然撒进今天仪式很圆满 可是你自己要真正用功的话 念一遍 不是不好 闷导游而已 你根本生不起功德力 为什么呢 你的烦恼还是很强的 好 下面的问题 师父请问 弥勒菩萨的根本咒 我昨天回答了 在弥勒上下真经 你可以找得到 下面 弥勒菩萨的过去佛是什么 哎呀 你真的把我考倒了 对不起 这个我不太知道 师父读的经论里面呢 弥勒小百科也没有提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问题 我还是法门无量试院学 我回去会查 因为你没有留名字 所以将来呢 我在不同的讲座 我在讲 弥勒菩萨的过去佛是什么 我想你很用心 你可能听我说过 文书菩萨过去是 南无龙肿上尊王佛 对不对 然后现在 实际上佛菩萨都成佛 他视线过去 现在跟未来 文书菩萨过去叫 龙肿上尊王佛 他是龙族的 所以龙肿菩萨 传说是文书菩萨的化身 现在他在北方世界 视线南无欢喜藏 摩尼宝基佛 对不对 这尊就是文书菩萨 你们拜八十八佛忏悔文里面 有这个佛号 那未来呢 他叫做 普观如来 普贤菩萨的普 观是因菩萨的观 所以他成佛的时候 叫普观如来 这是文书菩萨的名号 普贤菩萨很抱歉 我不太知道 我去查 接下来请问 师父 普贤菩萨在什么地方成佛呢 他的净土在哪里 要依不同的经论而说 现在讲如理如法而说 假如依华言经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而说的话 最后普贤十大愿的话呢 文书菩萨 对不起 我讲太快了 普贤菩萨的净土在哪里呢 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普贤菩萨 他的净土是十大愿亡 倒归西方极乐净土 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说 若有人临命中时 一刹那之间念普贤行愿品 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刹那会见到谁呢 阿弥陀佛 文书施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所以普贤菩萨的净土 在西方极乐世界 另外我也去查了 若一华言经 释迦牟尼佛菩萨 释迦牟尼佛菩萨住处品 他说在华言会上呢 释迦牟尼佛讲经 西南方有光明山 光明山就是普贤菩萨的净土 那光明山呢 普贤菩萨有无量无边的眷属围绕 那现在的光明山就在哪里呢 以历史的考证 就是中国大陆的峨眉山 所以峨眉山就是普贤菩萨的净土 这样你满意了吗 好 谢谢你的问题 功德无量 问题终于回答完毕 谢谢各位 对不起对不起 还有一个 对不起对不起 有些的问题呢 我看了是非常personal的 我会满你的愿望 弥勒菩萨 脚脚菩萨 右脚放在上面是代表意思什么 自在的意思 就叫观自在的意思 第二个师父 一真法界是什么 是佛所证悟宇宙人生的真理 从华言经的角度来讲 就叫一真法界 一就是存一不二 一心 真呢 就是真如本性 叫一真法界 下一个问题 师父 念往生咒 应该在念普门品 或观音法门的前或之后呢 答案是后面 按照仪轨来讲是后面的 最后一个问题 师父 我在台湾的时候 朋友为了我请了一条 马祖的项链 都一直放在抽屉里 请问我现在应该 如何处理这一条呢 请问马祖的项链 这条很贵吗 有没有相金啊 跟相迎啊 宋人吧 你做虔诚的三宝弟子吧 好 今天奖金就全部结束 最后我还是很真诚的感谢 感谢三宝 感谢诸佛菩萨 让感谢三宝 加持 让我没有生病 没有障碍 以欢喜心呢 为大家说法 也感谢新加坡 佛教青年红法团的主席 所有的干部 他们呢 也很真诚的 从厨房就开始提供很多的食物 也动员了很多人力财力 全程的录影 所以我们呢 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新加坡的所有的 佛教青年红法团的干部 也谢谢录影的人员 谢谢他们 那最后呢 我还是要谢谢 在座的每一个人 坐在以上的未来佛 没有你的参与 我想这个法会也不会圆满 甚至呢 整个法会里面 都要有无量无边的音源 所以我们叫说缘起嘛 那若是呢 所有的剧组 少了插头 少了电线 麦克风不能听呢 不能用 那这样子呢 我们听经文法 也是会有障碍的 所以感谢跟感谢的同时 也热烈的掌声 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谢谢你 好 谢谢的同时 最后一场就一起发愿吧 请翻开第八页 念极乐世界 精简发愿文 也看幻灯片 这张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是做的 观音跟世智 其实长得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观音呢 拿阳之净水瓶 头顶上是阿弥陀佛 大师之菩萨 其实跟观世音菩萨 长得是一模一样 代表他功德一样圆满 他拿莲花 他的头顶上是一个宝瓶 都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 所以我们希望这六天讲经的功德 包含今天撒镜 点灯 甚至讲了弥勒菩萨的发愿文 我也非常的欢喜 我相信 我调查过 全世界华人东南亚 这是第一次这样公开讲 这玄庄大师的发愿文 所以我也感觉余有容焉 那也希望把这个法会 告一个段落 明天呢 就开始要诵经 那诵经有什么开始 我只讲三个心 很简单 请合掌听 第一 虔诚恭敬心 这很重要 诚恳的心很重要 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 来参加超度法会的 第二个 要有大悲心 你想想在超度里面 都有无量节 你的爸爸妈妈 亲朋好友 不管你记得不记得 你都应该帮助他 第三个就是要 发愿回向心 就是我现在带你的 发愿的时候 应该很真诚 也观想 所以我再讲一遍 所以对于超度我的开始 就只有三个心 第一 虔诚恭敬心 第二个 大悲愿心 第三个 发愿回向心 这就是以你三心 来好好的超度 跟诵经 我们不是为世俗的利益 更不是为了得到一点 私人的功德 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 得到成佛的功德 这样子的话 超度才是很有殊胜的功德 好 请合掌 请念第八页 第十三行 跟我们一起念 念的时候心不要急 观想极乐世界就在前 大概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阿弥陀佛 西方三圣 莲池海会 佛菩萨 万丈光芒 就像太阳一样 照着你 跟照着 所有一切与会的众生 跟新加坡的佛国土 以及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也希望你们观想 现在台湾 因为台风 而受苦的一切众生 很抱歉 他们受苦了 可是我现在人在这里 我是关心过他们 所以我们也希望 回向一切受苦的众生 也回向一切法界的众生 前面观想 无量的莲池海会 背后呢 你观想一切 有缘跟没有缘的 一切一切的众生 这样一起来观想发愿 好 请看第八页 十三行 跟我一起念 愿我灵欲命中时 尽处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记得往生安乐场 我记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仲会行清静 我时余圣灵花生 既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祢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变时发 谱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也烦恶敬 众生极也烦恼敬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旧境恒无尽 我此普贤诸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苦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伯差 愿经礼佛发愿 修识功德 回师有情 伺恩总报 三有其资 法界众生 同言总志 好六天的讲座 终于吉祥圆满的 谢谢各位 感谢法师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 新加坡佛教青年红法团 红法组主任 蒋东发居士 代表献词 有请 各位法师 及社团 佛教青年红法组 团体代表 吉祥团友 晚上好 红法组代表 红法组代表 全体理事 衷心感恩 尊贵的上心 夏红法师 在这次 在这次 联系的六天 红法大会 不持奔波 不持奔波 大众宣传 法华经 第28章 普弦菩萨 献发柄 让我们大家 多闻佛法 有 师父我的往常 有时没有吃到 等到奖金后才吃 哇 感动 真的吗 大家赔讨一下 感动 让我们大家来祝福 师父 早日成 弥勒佛萨 下话终身 这六天的愿望 大家清了 发起匆忙 使我们会 得到 父会增长 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 愿大家早日成果 谢谢 好 接下来这里补充几句 今天晚上 点灯 祈宴 法会 到此圆满的结束 我们深深感恩尊贵的 新红法师 为群众 点起三界 娑婆世界的明灯 这盏明灯 象征着 佛观普照 大地 国泰 明安 浮满人间 在这里 让我们共同祈愿 世间光明无量 众生安乐 除此之外 在短短的几天来 法师用心良苦 苦口薄心 的干入智慧法语呢 只是我们的真理 作为提醒大家 实践佛法 共同创造人间净土的动力 好 我们全体群众 祝福法师 法轮禅转 变才无碍 早日成就圆满的佛国 谢谢各位 请大众起立呢 大家感恩法师 行山问训 一问训 愿大家都早日成果 阿弥陀佛 祝福法师 恭送法师回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师父 稍等一下 请大家稍微安静一下 有群众要求 法师明年 有没有机会再来这里红法呢 博家请点红法团 我不太习惯这样子 公众被绑着鸭子上架 我红法 我想我们以后再谈 我有时间会尽量满大家的愿 何况也在录影 对不对 那我现在不敢乱答应 我这个人答应人的话呢 不睡觉 长青春痘 我还是会来讲经的 所以我现在不敢乱答应 好不好 而且请法是很殊胜 也很尊贵的 我想这个 以后我们再谈 好不好 不要全场合掌 万一因缘不成熟的话 那就没办法 好不好 所以谢谢各位 至少这一次法会 已经圆满了 对不对 谢谢 好 我们继续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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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